适宜 凡夫难免会有娇慢的心 为正上人 出自正为归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虽然是信守了阿弥陀佛的救度 但是还有贪亲疾的杂气 甚至还会有自私自利的劣想 但是这种众生已经不是六度轮回的众生 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一分子了 所以说是正定罪 这个罪就是极乐圣众 我们已经必定地进入了圣众里面 所以说即入正定罪 极乐圣中就是必定成佛 所以正定罪也是必定成佛 这种众生叫做正定罪的众生 所以在格位上来说 我们已经不是凡夫了 但是肉体存在的一日 就是凡夫存在的一日 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够很娇猛地说我是菩萨 我们是凡夫不能够这样说的 我们是凡夫 难免会有娇猛的心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都是念佛呢? 所谓念念清明 常惭悔 有些人在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写上 常惭悔 常惭愧 某某 或者是 惭愧 认真来说 我们其实连惭愧都没有 能够称为常惭愧的 只有印光大师才够知假 印光大师是祖师的根性 而我们是没有 所以我们要这种的认知 不是的话 就会以凡滥性 将凡夫随便称为圣人 感恩大家收看 南无阿弥陀佛